電腦管理系統團隊在學家庫 平西關懷旗店基本到AI智能 心臟健康促進提供多人 只要一到OK篷大小的智能紀錄儀 在社區中部的心靠情 平台幾到手機的行動總體 就可以將資料團在網路 那我們是利用這樣子的一個迷你信電圖機 來幫長輩觀察信電圖當中有沒有一些異常的狀況 那預計的話我們在量測之後 可以立即的船上有雲端平台 那在兩週之內可以給長輩一個完整的報告 電腦管理系統團隊標示 這個迷你信電圖機 除了可以找到中間的身體狀況 當時可以了解到心率 信電圖 心臟應變能力定定 更可以切出精神的壓力 昏迷品質定定的訴求 提供老大人就醫 還是健康風景的參考 好的 基本上的話它可以秉除掉過去在醫院 必須要非常多複雜的多島城的一個量測 那這個部分的話它其實可以在一個個人家裡做使用 那更有助於看到一個長期的趨勢 以及平日的狀況 那平日的狀況跟長期趨勢的累積呢 其實是對醫生來講最有價值的一個長期性的趨勢資料 它可以更準確地判斷在一個社區生活平常的狀況底下 它所累積的一個量測的一個資訊 消費教輔導員等外町的研鑽之下 這套聯合管理系統 目前只有在家裡 幸福社區跟學家的民生社區 有來做提供 未來會提供更多社區 來服務老大人 南電新聞 第一文學家 蔡英勞報導